哈喽姐妹们我在重庆 我又被一家火锅给迷住了 我昨天下午才吃的 但是昨天我没有拍视频 今天我呢 我有想吃 我就准备去拍一下 主要是刚好问了他们老板 他们今天要在店里面炒火锅底料 就是这个火锅底料 都是在店里面自己炒的 哪个是瓷八海郊哈 没炒 已经到下瓷八海郊的那一步了 是不是没有见过在店里面 自己炒料的火锅 老板你们哪个跟其他有什么区别吗 哪个 像原来三十年前的那种奖项为 奖项味也行啊 跟一般哪种有什么区别 豆腐人的奖味跟种 跟我们原来三十年前的那种 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味道 这句文气好香啊 我去点菜了 不许我吃完了 你们应该还没炒好哈 要炒卤几个小时啊 哦 他们有这种 惊讶些什么 我昨天像没见过一样 假装是第一次来 哇 他们真有幸福呀 点菜 来 我们先把菜点去 你们慢慢在重庆吃火锅这个物价 你敢相信吗 一个全红锅 还三四块钱 重麻辣全切 他们的毛肚是按筋卖的 我们来个半筋生毛肚 半筋雪花牛肉 胸口油 半筋雕笼 还有那些选颠选洒的那些哈 我不吃啊 我就喜欢吃那种传统菜 所以上必须要凉粉 好 先让那些吃了来 来教卷了老师 坐等开吃 锅里来了哈 中麻辣哈 中麻辣 你们是卢金油 卢金油哈 重庆火锅 烧鱼金流油都不是重庆味 好香啊 先把水餐切 但是以神的水哈 都是有鼻里的 不知道这傲娇些什么 风 青青 嘟嘟嘟嘟 嘟嘟嘟 这你生不气 哈哈哈哈 先把这个冷锅雪给它抽下切 这些都是重庆火锅的仪式干哈 啪啦啪 啪啪 啪 嘟嘟嘟嘟嘟嘟嘟 放车车 快速炸个调料 帮我拿个碟子嘛 必须要有九公斤 来了来了 火锅第一口 必须先走一片毛豆哈 没得啥子吃一三八下的 糖尖了都可以吃 检验锅底最好的就是毛豆 先吃一口不斩的 它们锅底就是那种酱香型的 会更厚重一些 接下来我们倒菜 这个是发油鱼 把它围切 滑肉 头下切 轮流走 轮走偏 我就喜欢吃火锅人这种基本菜 哈 第一锅先倒了 他们家有这种现切的吊龙 你看这个颜色 看起来好新鲜 先躺两片 不能躺老狠啊 放到我的这个油碟里面 这么轻轻的一股 鲜香麻辣嫩 两个牛肉比点 但是千万不能吃酒了 这个是嫩牛肉 这就是重庆火锅的魅力 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谁买我来问问你 你说 你想不想吃重庆火锅 我想吃 我用这种云南的山歌 对一位贵州的朋友 唱重庆火锅 麻烦你送进来 来来来来 谢谢 这是我给自己家的宝藏 宝藏 这是我给自己家的宝藏菜品 一会儿我们来开盲盒啊 这个是牛胸口 一般是在潮汕火锅里面才会有的 这给我推荐 它吃几口感是腿的 完全不油 哇 接下来是我的滑肉 我把这些重点的菜品 就跟你们介绍一遍 我才开始炫饭了啊 老板 把我弄个牛肉炒饭吗 OK 好 先把两个给它围起 我最喜欢的 非常黑 这个是肠头 这个滑肉一看都是果仁做的那种 哇 这个滑肉好好吃 软软糯糯的 包了个大胃衣吗 整整的心烦 不是大炒大了 成年人的崩溃 我已经这么 我工作压力这么大 怎么办嘛 怎么办心卖 想想办法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火锅店卷不卷 这是谁的辫子呀 里面是贡菜 毛肚 鸭肠 这个扁起好肥肠功哟 这个盆饭好脆 我在小时候偷偷摸 这是什么 我专门点了一个用来配合它们家酱香型锅底的 来了啊 虎皮大肘子 放进去 给它来个一分钟 这个也是我现在吃火锅必点的青菜头 也叫儿菜 我点的牛肉炒饭来了 准备炫饭 哇 请把666给我打在宫廷上 好想把这个菜品安利给他们 一定给我出一个这个菜品 先人工去个谷 哟 先慢慢 这个不好吃太快 火锅锅底本身那种香味淋漓尽致 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 我只能干两口饭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激动 我不得不说一句 求死巴卡 我的天 这个虎皮上面全部吸满了他们家火锅底的那个香味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超喜欢吃肥肠的肥肠打捞计划 还有一辅入腹中 这边有肥肠的肥肠爸爸感想要尽膩 肥肠肺肠 centers 一定有点肥肠 我突然在火锅之后真的很想感谢自己 又给自己找了一个随时会重庆的理由 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自己等火锅解罪不了的 一顿不行就两顿呗 再不行,搬来重庆就天天吃火锅 来重庆玩的节目 记得一定要吃火锅 我们下次见,拜拜